肉燕 又称太平燕 是福建福州的一道著名的特色风味小吃 也是福州风俗中的喜庆名菜 以筋肉打制成燕皮 包裹馅料而成 福州人逢年过节 荤丧喜庆 亲友俱别 必吃太平燕 汲取太平平安之吉利 不 无燕不成燕 无燕不成年 滑润爽口 嫩而有尽 满口流香的肉燕 常与鸭蛋共煮 寓意太平 而又有太平燕之说 制作福州肉燕用到主要食材 五花肉 瘦肉 辅料上需要虾干 葱 生姜 瑶柱 地瓜粉 鸭蛋 调料用到味精 虾油 酱油 盐 料酒 胡椒粉 白糖 香麻油 福州肉燕的制作 第一步 将葱头拍散 切成葱花 生姜切成薄片后 切丝 最后切成丁 虾干切碎后 用刀剁细 干贝用刀背碾细 切碎 肥肉相间的五花肉切成条 再切成丁 五花肉中的肥瘦肉混合 剁成肉馅备用 第二步 将瘦肉用木锤 锤打成胶状肉泥 锤打的过程中 需要两人合力锤打 用手翻动肉泥 使肉泥均匀受力 这样做出来的肉燕皮 口感更加紧致 有韧性 第三步 在打好的肉泥中 后加入适量的地瓜粉 用手拍平 擀成薄燕皮 擀好的燕皮 反复对折后继续擀压 循环多次 直至燕皮 薄如白纸 其色似玉 洁白光滑细润 再用刀分切成正方形备用 第四步 在肥瘦肉混合的肉馅中 加入酱油 料酒 香麻油 地瓜粉 生姜 葱花 白糖 胡椒粉 盐 味精 虾肝 咬住 再磕开两个鸭蛋 取蛋清入肉馅中 充分搅拌 混合均匀 呈馅料备用 第五步 将肉馅包入肉燕皮中 把燕皮中间捏紧 使边缘自然弯曲成长春花形 包好后的肉燕形似金元宝 摆入蒸笼 第六步 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后上蒸笼 旺火蒸至肉燕十分钟 第七步 蒸好的肉燕取出备用 第八步 将锅置于火上 加入高汤烧沸 将高汤淋入肉燕中 撒上些许葱花诞生了 晶莹剔透的福州肉燕 吃在嘴里 只觉滑嫩清脆 唇香沁仁 味鲜适口 宛若燕窝 兼有荤素风味 是老少咸宜的美味小吃